歡迎收看 姐妹亮起來 歡迎今天我們的 國民樂母團 首先歡迎 余皓然 皓然姐 嗨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 呂文婉 文婉姐 嗨 大家好 這邊 王以路 嗨 大家好 李愛琪 哈囉 大家好 嗨 這邊 王以路 我說老余啊 今天怎麼樣 青旅衣都穿出來了 是要去喝喜酒的啊 我要去表演 奇怪 我媽沒管我 你管什麼 而且你有聽過一句話嗎 我跟你講 養女生真的要花很多錢 要花很多心力 剛好我們今天演藝圈呢 四位國民樂母也都來到現場了 重點是他們的女兒都超漂亮的 但是她還是想要聽到一句 什麼話 是比較漂亮啊 怎麼會說啊 當然基因品身要好啊 是 是 但是我們現場都有女兒 但是也有兩位是有 到底養兒子跟養女兒哪裡不一樣 有什麼 對 有沒有什麼秘訣 或是不同的養法 中婷姐 終於叫對了 我個人是覺得 我的差異沒有那麼大啦 因為畢竟兒子 你總是從小會覺得說 吃點苦啊 然後多做點事啊 因為將來你要照顧家人 照顧孩子嘛 而且去當兵前行訓練一下 對 我會有一點差 但我老公的差異更大 我老公就會覺得說 男生要用軍事的訓練 我兒子有一次他念高中的時候 那天雨很大 我兒子就一下子鬧鐘響了 就沒按到 一起床很緊張地說 媽媽...怎麼辦 我來不及了 我可以請第一堂課嗎 我就說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沒關係請第一堂 沒關係 我老公就馬上起來說 趕快去 下個雨晚一點點 進去跟老師道歉就好了 中平哥這樣講話很難 然後我兒子就一個人 就這樣子很難過了 妳醜話中平哥喔 他明明講話很慢 他想到要 他都第二節課了吧 我們不能接受 妳那個原因重見 重新... 我老公要說 這樣可以嗎 好像耶 他有這麼慢喔 而且他好像就這樣 趕快 這樣算嚴厲了 然後這樣就算了 我就覺得說 他給孩子這樣的教育很好啊 妳就算是睡遲到沒關係 我們只要負責任 對... 然後同樣的事情 有一天很大的雨 然後女兒那時候 也才小學一人年級 我想說送他去 然後我老公沿路開車就說 要學我老公嗎 要... 雨... 雨下這麼大 為什麼... 怎麼要上學啊 兩極化耶 超級雙標耶 他就沿路在車他就說 下這麼大的雨 他搞不懂 為什麼要讓這麼小的小孩子 去上學 他去啊 他在學校都淋濕什麼了 真的是差很多 然後那時候我兒子也在車上 哥哥就受傷了 真的 哥哥有一天就跟我說 為什麼同樣的事情 爸爸對我跟對妹妹是不一樣 我就是趕快去 妹妹就說為什麼要上學 對啊 可是我覺得有差耶 像我對兒子跟女兒就會有差 像我兒子如果吃飯掉滿桌 我就啪一聲打他頭 我就說好好吃飯好嗎 掉滿桌 然後我說妹妹啊 怎麼掉到滿桌都是飯好可愛喔 好可愛 可愛我啊你耶 然後我老公就在那邊說 你怎麼那麼誇張啊 你怎麼對你兒子 跟對你以為差這麼可愛 兒子是親生的嗎 不是 是 沒錯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兒子 去學校上那個美術課 他們要用那個磕刀 對 然後要戴手套 就是防割手套 對 結果呢我就忘記幫他買 結果好死不知 他那天就割傷了 割傷回來他就流血啊 然後回來他就自己看了這個傷口 就說 我跟妳說 如果是妹妹 妳就不會這樣 他就不會割傷 因為妳會事先 就買手套給他 防割手套 而且是買那種最好的 然後我就想說 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怎麼猜到妳心裡想什麼 不是 平常看他做什麼 而且這故事告訴我們 戴套好重要 不是 那個他是 戴套手套嘛 戴套手套嘛 對 所以我當下才發現說 原來我好像對他們兩個 就是差太多了 他的受傷 對 他哥哥有點受傷 對 可是以前是重男輕女 通常是相反 你居然是對女兒比較呵護 對 而且呢各位在當媽媽之前 也都是別人家的女兒嘛 對 那當年他們也就是 這麼教育你們的嗎 是嗎 其實我們家三個女兒 我爸爸媽媽 不能說富養 但是我覺得他們給我們 算是一個很好的生活條件 我有點記得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去香港 還要用探親的方式 因為我姑姑嫁到香港 小學四年級大概四十年前 然後我們寒暑就會 妳看不出來 妳要說 妳猜到妳年齡了 對啊 幹嘛講到四十年前 那麼開心啊 沒有啦 真的好久喔 我好像是上一個世紀的感覺 這不是就是去年的事嗎 我講得好好喔 好可怕喔 四十年好難講解 妳感覺就是 剛從香港回來的樣子啊 好羨慕喔 大概還要再講多久 四十年前 那時候喊暑假 我爸爸媽媽 就會帶我們去香港玩 後來我十八歲上台北之後 那時候就進到唱片公司 因為家裡在桃園嘛 那我爸就覺得說 好像妳台北這樣常常通車 女兒嘛 女兒就是要疼嘛 好像很危險 所以我爸就說 那就在南京東路 幫妳買一個小房子 妳說妳幾歲 我十九歲的時候 就幫妳買了房子 對 她就說 因為要出道了 要宣傳其什麼 所以那時候 我爸就在南京東路五段那邊 就買了一間 大概一房一廳的套房給我 天啊 怎麼這麼好 對 今天為什麼要安排我 坐在他旁邊 怎麼了 怎麼了 這是在刺傷我嗎 沒有 然後後來 妳就不加妳 我是那個那 家裡也行不外 沒有 就是說我們從小也是 爸媽也是 只要能力範圍內間 那甚至後來到我結婚了 因為我婆婆住新莊 常常回恆春沒人 那時候我懷我兒子 我爸後來就想說 那既然這樣子 妳要養他 要坐月子 後來我爸又在內湖 又買了一間房子 好羨慕喔 讓我跟我老公 還有我兒子住 所以我結婚之後 我老公跟我兒子住在 娘家那個房子 住了四年 對 所以到後來我對孩子 我就會覺得說 我爸爸媽媽在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也是能力範圍內給的 我們應該要給 但我老公就不這麼想 像我們有一年就想說 要去北海道玩 全家去 那個導遊就說 要幫他們買厚襪或什麼 我去跟我老公說 我們要去買一些雪衣厚襪 我老公就說 為什麼要買厚襪呢 我說因為導遊說很冷 他說妳就跟韓靜 因為我兒子韓靜 他說妳跟韓靜講 她現在薄襪穿五霜 就是厚襪了 五霜 這會不會靜脈曲張啊 而且她可能沒辦法走路 對啊 太厚了 我後來是偷偷幫孩子買的 是 很奇怪喔 那女兒的話她就會覺得說 女兒好像會冷喔 要注意喔 要給她穿多喔 我想說妳這樣妳知道 兒子心裡會一直陰影到大 會受傷 我兒子到現在二十七歲了 她都記得爸爸叫她穿五霜襪 所以她穿五霜襪 五霜 天啊 好可憐喔 可是愛琪不會 因為愛琪從很小就出來 可是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反而我九歲去唱歌 那回到家裡 就像女王一樣 什麼都不用做 我不用做家事 不用洗衣服 什麼都不用做 我就坐在那邊 嘴巴張開來吃飯就好 然後所以 以致到後來 其實我連頭髮我都不會自己洗 因為我那時候頭髮很長 我媽媽都會帶我到那個洗髮院去洗 然後所以就長大以後 有一次我那時候我老公來台灣嘛 然後他就買了一台洗衣機 然後他說妳趕快快快快 這個洗衣機要怎麼按 然後我就看了很久 看了半個鐘頭 我就說我不知道 他說這不是中文字在上面嗎 中國 為什麼妳不會 我說可是就算是中文字 我也不知道要按什麼 所以我現在也這樣對我女兒 他也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然後他出門要花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就是要去上幼稚園 然後他就一下子說 我頭髮太緊 然後我就幫他弄鬆一點 我說我不喜歡這個髮型 那要綁辮子 我就再幫他換頭髮 然後呢這個襪子不喜歡 我要換別的 然後我就幫他換 就這樣搞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就幫他弄得整個這樣子 一直換一直換 才出門 對 才出門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子對他 我就覺得說我小時候就這樣 我現在也希望就是 他可以就是跟我一樣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又沒有童年 平常就自己家給他 會盡量彌補 然後也沒有買什麼玩具 沒有在該當孩子的時候 當孩子娃娃的玩 對 所以我現在 我女兒只要他喜歡什麼 我就會買給他 像之前他就很迷 有一個玩具就是LOL 就是那有一顆這樣子的球 那裡面就是那裡面 像那個娃娃 對 然後一顆球裡面 可能就是有一個娃娃這樣子 那每一次出門他就會買一顆 就是大概三五百塊這樣子買 然後你看那裡有幾個娃娃 就是他就一直買 所以那個不是百貨公司的櫃 是你們家 那是我們家的櫃 然後那個芭比娃娃 也是像屍體一樣 對 在那個盒子裡面 等著驗屍 對 而且他很像Twinland 然後那個時候 他其實還不太玩玩具的時候 我就買了很多 那是他不是Twin喔 那是妹妹很小的時候 因為我的爸媽 是很做自己的爸媽 然後是小時候是處於放養的 完全都不太管我們 真的是很做自己的 然後我就記得我小時候呢 我們家就一直在搬家 一直在搬家 然後他就不會考慮到 我們讀書的狀況 然後適應環境 或適應環境 然後我常常到這個學校 才剛熟了以後呢 他就搬家 那以前那個年代 雖然是讀的課綱都一樣 可是教的進度會成 成鄉會有差距 會有的比較快 有的比較慢 那我們又害羞 到了這邊以後就覺得 不敢問老師 怎麼中間這一課 還沒有教到 然後自己每一課 數學也都是這樣 久了以後 一直搬一直搬 然後最慘的就是 我爸爸那個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憤青 他就是覺得 他要當一個 在山林裡面的那個年輕人 不知道他在修行還是幹嘛 他就搬到山上去 所以 好特別喔 你爸爸 你不要害你自己 爸爸也是愛樹楠嗎 不是 他也不是 就是他很妙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然後我們又一直在搬家 我就記得我在國小 要升國中的時候呢 因為搬了太多次家 所以那個時候要通知我 要讀國中的時候 我爸媽都不知道我要讀國中了 暑假放完以後要開學了 要升學的時候 所以我就覺得發現 我們那個山上的小朋友 好像都走路去讀書了 但我跟我哥什麼 好像都還沒有去讀書 然後我爸媽也很做自己 還以為我們在放暑假 然後我們也一直在玩 然後到最後發現 大家都開學了以後 我爸爸覺得 我媽媽覺得好像開學了 就覺得不對勁 然後就趕快 隨便找附近一個 好像可以離我們家 稍微近一點的學校 然後就趕快去跟那個主任說 我女兒可不可以讀這裡 然後人家本來都不要理我們的 然後我記得我媽媽 跟我爸爸就說 他是國小時候 跑步的第一名 然後主任說 蛤 很會跑步 我媽媽就拿我的獎重給他 然後主任看 真的耶 有全國比賽第一名嗎 那時候接力什麼的 他說 好啦...那就讀 去讀體育班好了 就去跑田徑好了 我小時候很會跑 可是我不喜歡跑步 對不對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了 那三年一直在跑步耶 然後我媽媽就很輕鬆 因為我就會找出晚歸啊 對 然後都不會煩他們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跑... 我就發現我長大後 當父母後才發現 他們只是隨便把我們放在 不要吵 這裡可以 有個地方安頓就可以了 因為不用花錢 對 田徑堆也不用花錢嘛 對啊 不用 然後比賽又有名字 然後還有獎學金 所以我現在女兒 我就覺得我要多了解她 如果她想要學才藝幹嘛 我就會好好問她說 妳想要學什麼 妳有沒有真的很喜歡 不要像媽媽一樣 媽媽以前想要學什麼 都沒有這樣子 她說好 她知道 可是老王 妳以為妳是最慘的嗎 更慘的來了 真的 按照順序 可是老實說我不怪我爸媽 因為孩子太多了 我家有九個小孩 真的嗎 那妳是排行 然後我排行老七 對 老七 然後我後面還有兩個弟弟 九個 對 所以呢 因為資源有限 要非常平均的分擔 而且要很精準 我那時候小時候不懂 那但是心裡就會很怨 覺得為什麼人家都有 而且是最起碼的人家 我都沒有 什麼叫最起碼的有 我每個學期 收到那個學費單的時候 那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因為收到學費單 就開始覺得 媽媽什麼時候會幫我繳啊 媽媽什麼時候會幫我繳 那妳去問媽媽就說 媽媽 我要繳學費 媽媽就不急啦 她永遠就講不急啦 全班都繳完了 妳還在等 然後我都是等到最後一個 可是我覺得最麻煩是班費 你不要說這個時間要繳 每一堂課老師一來 老師一來就說 誰沒有繳班費 然後呢本來是 比方說五個站起來 你們五個趕快喔 明天要繳喔 然後隔天就變三個 再來呢變兩個 最後呢到了一個禮拜了 永遠就是我 她明明知道就只是要我 然後她每次進來就說 誰還沒有繳班費啊 然後就我一個人站起來 很糗 然後再來我記得我那時候國小 那是最痛苦的 五十道陰影的其中一道 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開學的時候 老師就對著全班講說 明天要穿白布鞋要檢查喔 然後我就白布鞋 那可是我記得我那時候 媽媽就幫我買了一雙 黑色的鞋子 黑色的球鞋 回家跟媽媽講之後 媽媽就跟我講 怎麼可能 有鞋穿就不錯了 怎麼要白布鞋 我就從那一刻開始一直哭 從四點下課對不對 就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睡著之後 醒過來 一直繼續哭 然後早上七點 要上課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全班 就一片這樣白色的一片 就只有我跟另外一個同學 是黑色的鞋子 我要講就是說 因為我的成長 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現在就會覺得說 因為那個真的很打擊 一個孩子的自信心 然後也變得很避色 那個人際關係也會變得不好 就會想要彌補現在的小孩 我現在就是說 我女兒有時候還忘了 就是說把那個學費單拿出來 我都問她說 這個時間不是應該要繳學費了嗎 單子呢 忘了 我跟你講 我一定第一時間 我一定要把它繳掉 然後班費第一時間一定繳掉 它如果需要任何的協助 只要是合理的 我一定全部支援 這就養成我的喜歡 因為我不想 它變成我的2.0 不可以 因為我知道那個痛苦 對 以前太辛苦 就是經濟能力也是有限 可是現在父母其實也很擔心 的是所謂的教育問題 有時候小孩子到一個年紀 他到底要念公立還是念私立 還是要出國念書 還是要補習 怎麼選學校或是 這都是你們要考量的嗎 美母女媽媽新觀念 管太經營才有大問題 爸媽保護太好了 坐公車 我都以為那個男生起來 我坐下去我會懷孕耶 你以為他是王子 其實他根本就是混蛋 你知道嗎 這樣子 就是要多看 多教 對 孩子多 對 孩子多 他就覺得說 學校就是選家旁邊 越近越好 對 而且他覺得 會念書的孩子 念哪都一樣 可是其實時代不一樣 但我就會覺得說 好 沒關係 那你如果堅持現在 我就按照你的進去 所以我女兒那時候 幼稚園是念公立的 那你知道公立幼稚園 其實是沒有在教拼音什麼的 那老師就會說 那個海菲爸爸 你要讓他出去上課 要去學正音班 等於就是說 你除了繳公立學校的學費之外 你要繳正音班的得程 然後呢 到了國小一年級 老師又會說 海菲媽媽 你要讓他去上英文 因為我們現在英文 他的進度是跟不上的 很多小朋友 都是幼稚園 就雙語班上來了 又要去補英文 下苗助長 你懂嗎 那補了英文之後呢 公立學校是四點就放學了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 他的功課很多東西 你沒辦法 那你是不是又要找安親班 安親班 對 所以到後來又正音班 又那個才藝班 英文班 安親班 加下來 我就給我老公看 我說我現在繳的 跟私立學校是一樣的 而且可能在某些資源人數上面 還不見得有私立學校 這麼的完整 而且他考醫規劃好了 我老公才發現說 好像是 所以我女兒才會在小學 四年級的時候 轉到私立去 公立不見得會比較神 對 好辛苦喔 而且很多人都想說 小孩不要輸在起跑 對啊 可是像我自己 我也是希望我女兒 可以就是念私立學校 那時候就跟老公 一直在爭執 然後我老公就一直說 你不是也是公立畢業的嗎 你的朋友一堆都是公立畢業的 有什麼問題嗎 你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然後工作的都 職業都那麼好 那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去讓她念公立 然後後來因為我女兒 現在有舞蹈班 那舞蹈班很多那種 私立學校的女生嘛 後來有一天 我女兒就回家說 還好我不是念那種私立學校 那些女生都好誇張喔 都被寵壞了 她就說 她們就會有搞小團體啊 然後每次就買一些什麼東西 很貴的就來秀啊 就說我有包包啊 我有幹嘛 什麼東西的這樣 那我女兒 反而比較成熟 比較懂事 然後她就說還好 我現在念這個學校 我很喜歡 那其實小朋友 你喜歡去上課 是最重要 最重要 因為她比較快樂 是最重要的 不是去學要比較 對 不是比較這樣子 對 那老王呢 有一個我老公的 長輩的朋友就說 他覺得在大安去哪一個 學校還不錯 他說那如果你們 還不確定要讀公立 還私立的話 可是公立一定要先卡位 他說你要把戶籍 落在那個地方 然後到那個時間到了以後 你還可以選擇 你起碼有一個公立的備案 沒錯 然後你要轉私立的 私立的學識 你可以轉就轉 所以我就聽長輩的話 我想說OK 那我們就選在那個學區 所以我在懷孕的時候 就一直在找學區 然後看到那個 我很喜歡的那個學校 然後一直找那附近的房子 我們那裡一年生的孩子呢 是這十二年來 十二生肖裡面 除了榮年以外 最多的 最多 真的 真的 什麼叫滿兒學校 就是你一定要住在 你那個戶籍 落戶籍 一定要 要落到一個年限 你才有一個優先 可以先讀的 我們這一年的小朋友 是要住滿六年 像九個月還十個月 可是往年 一般不是榮年的話 大概都是四個多月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還好我聽長輩的話 就是先卡位 對 然後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卡位 可是因為公立學校的 幼稚園也不好進 所以我們是讀私立的 後來運氣很好 大半的時候抽進了公立的學校 我女兒就非常喜歡那個學校 然後我也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直接是公立的學校 就直升國小 所以她就很喜歡那裡的環境 跟同學都是她認識的 然後每天上課呢 還有去那附近的公園 她都遇到她的朋友 這個就是她要的 這是我要的 真的 而且剛剛大家在聊補習對不對 別人家的小孩在補習 自己的小孩到底要不要補習 我真的 我必須要講喔 我女兒呢 其實真的愛報恩的 她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 全部都念公立學校 那你會說 你怎麼這麼狠心 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媽媽心臟要夠大 隔壁的王媽媽 她們家女兒補習耶 什麼才藝班啊 英文班啊 正英班什麼的 我女兒是... 她只告訴我一句話 她說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我剛才提到說 全科補 那時候就是要考高中的時候 我真的還是落入很多媽媽的不安全感 我真的就帶她 她說不要 不行 我就說去南洋街 我真的跟她講 我把她丟在補習班的時候 我走的時候 我其實眼眶在... 就是泛淚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跟幾殺丁魚一樣 然後呢 而且補習班老師會告訴你說 多人都要七八十個學生 對 她說你放心 你可以5A加還幹嘛 就是5A加保證班 那時候真的要十萬 十幾萬 後來呢 你知道嗎 大概過了兩個月 她跟我求饒 她說媽媽 妳不覺得我整個人很奇怪嗎 因為她幾殺丁魚一樣對不對 每天在吃那一條街 我們就知道那個補習街 那一條街的東西都很油 沒有運動 整個人後來越來越悶 她後來告訴我說 媽媽我求妳 我真的再也不去了 所以我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發現這個孩子真的不快樂 然後她身體也變糟 之後我就發現說 我不應該用強硬 對 孩子好 而且她知道她的方向 那我就要尊重她 支持她 後來她高中也是 順利考上公立的高中嘛 之後她考大學的時候 她告訴我說 媽媽不要重蹈覆轍 就是我升高中那時候的覆轍 不要送我補習班 我不需要 她自己唸 她自己唸 而且她就把她的目標 就貼在她的書桌前面 很自律 對 所以她後來真的喔 而且她是真的就如她所願 考上她要的這個細索 而且外面交朋友也要管啊 是啊 對不對 交男朋友也要管啊 交男朋友的年紀 而且現在女生交男朋友 時間好像都提早了 很提早 很造熟 對啊 沒有吧 對 誰... 有的媽媽啦 有的... 你要我們講你的過往的... 今天在聊女兒 那個時候你好像有追誰喔 不需要 他們都知道喔 不需要... Google都有 不需要 觀眾自己會去Google 怎麼樣 我不得不說 我們真的就是爸媽保護太好了 我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都沒有去同學家過夜過 然後連看電影 我爸都會要看票根的 而且回家時間都要... 對 因為我爸是老師嘛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老師都很兇 他雖然給我們很... 物質上很好 可是他在管教方面 他非常嚴 就是有時候你只要... 你可以遇過這麼多男學生 然後甚至有男生到高中 打給我的時候 我爸都會從分機接 我爸就說 找誰 他就說 就余皓然 他說我找余皓然 我爸說 好可怕 他說 問功課 你問我啊 我老師 不是 你對... 你對一個老師說 你今天上了一天 然後問功課 我爸就開始了 你當一個學生 你今天上了一天的課 開始訊號 然後竟然不知道功課 你現在還要來問功課 那你今天一天在學校 就罵了一頓之後 然後對方就說 余老師 對不起 然後就掛了 好無聊 我到高中都不能接男生電話 所以我們家三姐妹 你知道就爸媽保護很好 三姐妹應該是 要比誰電話打來得多 對不對 三姐妹你就會覺得 想要逃離父母 然後你會對愛情充滿了那種 憧憬 憧憬 真的 因為真的沒有藏過 沒有愛情 而且放學就回家 回家家裡一堆那種 有時候故事書 我媽媽又幼稚園 就覺得王子跟公主的婚姻 所以我一直到國... 我到國山坐公車 我都以為那個男生起來 我坐下去我會懷孕耶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他起來因為椅子是熱的嘛 當然了 我一坐下去熱的 我想說餐了 我會不會懷孕 好扯喔 所以也因為這樣 太避暑了 就渴望懷孕 渴望...不是 渴望... 這也太誇張了 渴望一隻大公車 是不是一直撞一隻錯 渴望愛情 渴望婚姻 想要逃離家 所以我家三姊妹 我二十四歲結婚 是 我大姊好像二三 我二姊二十一 好少喔 大家比早的就對了 不希望被掌控啊 所以我現在一直跟我女兒說 一定要多交 是 執照父母 因為媽媽那個時候 其實真的也比較單純 不然你看我二十四歲 就懷孕 就當家庭主婦 就當到現在啦 我們真的是一模一樣的遭遇 我媽媽會算得好好的 你這個時間要回到家 你半分鐘都不准差 她就會覺得說 沒有 女生就要好好的 嚴格控管 以前媽媽是會這樣管女兒啊 是 而且呢 然後呢 我不能夠過夜 然後呢 我真的後來跟我媽講 媽妳知道 妳知道嗎 我不懂 為什麼不能可以去畢業旅行 說女孩子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妳就會變成 妳對於這個 就是不知人間的那種 你知道 快樂 不知人間的險惡 然後呢 因為呢 妳就會被養成井底之蛙 妳以為妳看到的世界 就這麼小 所以呢 妳以為她是王子 其實她根本就是 就是混蛋 妳知道嗎 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子 因為妳不懂得 妳好敢講喔 都不敢 我敢講啊 因為這是事實 還沒離婚啊 我問得好大家 什麼都講 沒事... 裴裴... 裴裴 看一下... 朱銘哥妳很棒 很棒啊 她衣服就超到頭籤了 妳像這一輩子的真愛 然後我跟她講 就是我發現 就是說真的 我也很贊同 就是要多看 多教 因為妳這樣越限縮 真的 嚴冠婦出口菜 是 然後所以尤其這樣 我認為我自己的婚姻的狀況 女兒一路也陪著我 所以她很清楚 婚姻是怎麼一回事 要怎麼樣看男人 她也很清楚 因為我就是 雪玲玲的例子啊 真的 這個真人實證 在她眼前上演 她還沒有學會 那很難吧 對... 然後呢 因為她... 所以呢 其實像我認為 對啊 她可以幫妳打官司 真的嗎 她大事啦 誰會要幫自己打官司 在幹什麼 沒有... 她可以幫妳們打官司 小燕姐 來立啊 自己都要... 打得... 幫妳打官司 真的打官司 誰會學法律 要幫自己打官司 在幹什麼 像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提到什麼 婚前協議 我們會覺得 這樣子感情就談不下去 這個女人好現實 這個男人好現實 沒有 我女兒就跟我講說 本來就要寫清楚啊 她連這個都沒有辦法獲得公式 沒有辦法贊同妳 這個男人根本連嫁都不能嫁 妳看這個我... 妳就放心了嘛 她很清楚 所以就要寫 白紙黑字要寫清楚 所以妳看 這一路來 我真的一點都不擔心她 真的 OK的 像有一次我在家 就喝小酌一番的時候 然後我女兒剛好坐我旁邊 喝一點媽媽果汁啦 不是 然後我就看著 我女兒就說 我跟妳說啊 妳到18歲的時候 會交第一個男朋友 但她一定是一個Loser 就是... 為什麼 然後... 為什麼 她不是才10歲 不是... 我就說因為 不管她多麼優秀 媽媽都覺得她配不上妳 因為我覺得妳很優秀 而且還太小啦 對 然後我女兒就這樣一直聽 然後我說 但是沒有關係 媽咪永遠在家裡等妳 妳永遠被受到什麼傷害 媽咪都會在家裡 就是回來用愛包容妳 然後第二天酒醒了嘛 然後就印象當中 所以我好像對我女兒講什麼話 妳是喝醉的時候講的 對 我喝醉酒講 然後講得很誇張 然後後來第二天 我就問我女兒 我說媽咪昨天是不是跟你講什麼 然後我女兒就開始翻白 也說 我18歲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男朋友是Loser 我就想說 我不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女性的一半太白目 激怒現場媽媽們 我女兒很皮啊 通道我是太陽穴都腫起來了 我就看我女兒這樣通道 然後一把手這樣一拉開 就整個鼻血這樣噴下來 我老公居然 她流鼻血了 妳這樣子呢 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會這樣啊 媽咪昨天都跟妳講什麼 然後我女兒就開始翻白也說 妳詛咒我 那時候會遇到一個男朋友是Loser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妳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沒有會是Loser 對 但是有的時候 就是受不了爸媽這種 詛咒式的關心 妳小心一點 過馬路不要被車撞了 對 有的父母真的 他明明是關心妳 但是他就是刀子嘴 你知道嗎 就講不出好話 很奇怪 因為我爸爸就是這樣的爸爸 是 我小時候啊 只要在外面跌倒啊 或者是做了什麼事情 被人家欺負 我就不太敢會跟我爸爸講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跟我哥哥那個時候 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我哥不小心把我推倒了 然後我就整個血都是 臉 臉上都是血 然後那時候去看醫生很貴 他就先帶我去藥房 去買藥 所有的那個藥劑師一看說 妳這個要風箏 我就大哭這樣 我說我不要我不要風箏 然後我哥哥還很機靈 不敢先帶我回我爸爸家 因為我爺爺很疼 我就先帶我去找我爺爺 然後我爺爺一看 這個怎麼這麼聖 又帶我到各地的藥房去 然後要買藥貼起來 每個人都說要去風箏 所以之後我爺爺就聯絡了我爸爸 我爸爸來的時候呢 我就記得 他就看我們怎麼了 我說是哥哥推倒我的 所以我流血了 這麼深的傷口 我哥說 因為 他也嚇了半死 嚇了他被打 然後我就更氣 我說明明就是你啊 我哥說沒有啊 然後我就一直哭 我爸說不要哭了 然後我還是太委屈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爸說好了不要哭了 然後我就 我爸爸就這樣 不要哭了 巴掌上去 然後我就真的不哭了 因為我嚇傻了 所以呢 這對我小時候 我會覺得 我爸爸媽媽怎麼會這樣 是他們 他們也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那時候可能26歲 當爸爸 媽媽20歲 所以我覺得我的爸媽都不會 不是 太親了不會當爸媽 那他們沒有準備好 就生下我們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小時候是這樣的生活環境 然後所以我覺得 愛跟陪伴來說 對小孩子很重要 你一定要可以當孩子的靠山 然後呢 孩子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願意跟你講 對 如果他不跟你講的話 你都不知道孩子在外面幹嘛 然後我前陣子就跟我老公 我也一起知道 他吵架 我老公超幼稚的 就是我女兒很皮啊 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不小心撞到我 然後一撞到我就超痛 痛到我就是太陽穴 都腫起來了這樣 我就好痛 然後我突然間發現 那我這麼痛我女兒呢 我老公就說怎麼了 我說我被撞到了 他就在那邊罵我女兒 說你看你撞到媽媽了吧 媽媽很痛 我就說不要不要不要念了 開燈開燈 就一開燈我就看我女兒這樣 痛到就一把手這樣 然後一拉開就整個鼻血這樣 正常人的反應會是什麼 如果是女兒的動作 你看要怎麼弄得直血啊 或是... 我老公居然... 他流鼻血了 流鼻血了 你看我叫你不要弄媽媽活 該你流鼻血了吧 天啊 老公好特別喔 現奏到真的 這是不是很像 就是國小高中的死小孩 像同學 就是會霸凌人家的那一種 然後突然間 我女兒本來沒哭是痛 然後我也是痛 我們兩個這樣 我老公在這裡 我們都靜止了 傻眼了 傻眼了 然後我女兒突然間 她的情緒更多 她又傻眼 然後又覺得羞愧 那種臉的表情 又痛啊 又在笑了這樣 然後突然間 她本來沒有哭的 然後她就整個臉脹 突然間尖叫 然後就大哭下來了 我說媽媽抱抱... 所以去拿衛生紙 然後我老公還說 你看... 妳以後再這樣子 妳就會這樣子流鼻血 我說妳不要再念了 妳趕快拿衛生紙 一般看到血都緊張死了 她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她閉嘴啊 不會這樣啊 傻眼那是 我說妳不要再念 無法容忍 真的 兩位... 兩位不要太激動 真的 然後我老公還在那邊念念 我說閉嘴 我說妳給我出去 妳出去 她說我出去幹嘛 我說妳出去 身邊幹嘛都好去倒水 對啊 因為我只是想叫她離開現場 女兒就不會這樣 已經激動了嗎 她也受驚嚇了嗎 我老公就是很... 很妙的個性 其實我們兩個都算是 很ㄍㄧㄧㄥ的星座啊 對 我們兩個都處女 對啊 那現在我女兒摩羯 摩羯又更自我要求 很自我高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說 我現在的體重跟我18歲 是多了一公斤而已 哇 對 因為我醫師 到底要氣死多少人啊妳 你知道我這幾十年來 我就是那一種 早上起床 一定要全部脫光 站在磅層上面 檢查 檢查自己今天的體重多少 每天早晨的SOP 一開始就要這樣 對 檢查完之後我才能... 然後鍾萍哥也不再抬頭了嘛 他就看他的報紙嘛 因為我偷偷在房間 因為我怕看了會受不了 然後我每天都會要求 我自己的體重不能超過零點幾 我譬如說今天多了零點五 那我今天就會少吃 我就會讓我明天的體重再回來 好平衡喔 對 那我對自己的報紙也是 那我對我女兒 我不知道有時候是不是 她從小看到媽媽 就是對自己各方面要求 所以她在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跟她講 我說妹妹 我說妳最近有... 因為那時候升學壓力嘛 她就有時候會多吃點 我說妹妹妳有點怕 然後我女兒一聽到之後 我也沒想那麼多 然後有一天她就說 媽媽 我喉嚨好痛 我說怎麼了 她說好像破了很多 都不能吞東西 然後我就帶她去耳鼻喉科 醫生一看就開始問她的一些 生活習慣 飲食 醫生說 她餓到她的胃酸去灼傷了食道 真的 妳就醫療化 怎麼... 這好不好 女兒害死了妳 對啊 我跟醫生說 女兒那麼漂亮 喉嚨都是動 我跟... 我跟你講 她還可以出唱片 我告訴妳 而且歌還在排口 我告訴妳 我跟醫生說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因為她長期在飢餓的狀態 他說... 他說你知道這樣子非常非常危險 她說長期如果胃酸濁傷食道的話 會有很多病喔 是啊 食道也是這樣來的 對 我才發現 天啊 原來我給她的壓力這麼大 對 妳要講這件事對不對 妳就講啦 不是 妳就在... 對 妳都沒變 妳棒棒 妳好棒 妳好厲害 不會 因為... 而且我們兩個很巧的是 我們兩個在同一個歲數 出第一張唱片 我前陣子有PO了這一張 我有看到 妳真的好空靈喔 真的 這感覺好像同期出道的兩個人耶 是不是 妳女兒也太多 我們兩個都在同樣 21歲的時候出道 然後都同樣在這個時候宣傳 所以我就PO了一下 我們兩個的唱片的封面上去 我就覺得說 其實也是一種緣分 然後因為她慢慢長大之後 因為她又跟我一樣 她的所有尺寸都跟我一樣 好好喔 連鞋子什麼都一樣 太棒了 而且妳又穿得那麼時尚 所以我從她大概高中之後 我沒幫她買過半件衣服 她都是來我房間拿我的衣服穿 在家因為我本身也都是 對...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因為 我們那個時候都是 差不多30歲才開始會注重保養 以前我們比較慢 但我常跟我女兒說 我說妳現在20歲就要開始保養 真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妳的環境 妳的飲食 資訊也... 化妝品 很多東西 其實現在人是很快的 加速老化的喔 對... 現在很多18歲其實就已經... 有些年輕人妳看她皮膚就已經... 而且都比我們老 真的 我們會保養真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麻煩的是 東西太多妳要怎麼選擇 對... 妳講對了 妳講對了 這一瓶呢 我不能講說我們母女 應該講我們家 我媽媽80 我50 我女兒20 都用同一瓶 所以20到80都可以使用 對 來自日本的小菊瓶 all in one的小菊瓶 第一次接觸她的時候 是大概很久很久以前了 我那時候還想說 怎麼可能一瓶可以比這麼多瓶 我就回去試了之後 我就發現天啊 我用了半個月之後 我覺得女生這個保養品 妳適不適合妳 好不好 其實妳晚上擦完的 隔天早上起床 還沒洗臉的時候 妳先照鏡 大概就知道 妳禁止妳皮膚當下出現的狀況 對 其實就可以知道妳前一天 擦了這個東西對不對 適不適合妳 然後我那時候擦完之後 就發現隔天早上妳的皮膚 是有點透亮的 她要自己亮是不是 今天一天心情很好 而且妳看它一瓶 它可以取代化妝水 乳液 精華液 精華液 妳想想看 那我第一個 我是不是省掉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對 變成說我早上 我可能洗完臉之後 我就擦這一瓶 而且我擦完這一瓶之後 像我今天來上妝 我擦完這一瓶之後呢 我就直接上那個隔離 隔離之後我就上妝了 太方便了 而且妳會發現只有一瓶 然後它吸收很快之後 妳上妝會更方便更快速 對 而且旅行 但不用行李裡面那麼多位置 我去年去加拿大的時候 你知道加拿大非常乾 小梁哥對不對 很乾喔 那乾到妳早上起床 妳早上起床妳好像覺得 妳是不是那個扁條線發炎 螺融黏在一起對不對 這就是怎麼會乾成這個樣子 因為她才從加拿大回來 她清楚 對 我去年去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戴這一罐 以往妳要戴很多嗎 很多 然後我去年就戴這一罐 我跟我女兒在那邊11天都用這個 然後我在加拿大那11天 我拍照幾乎都素顏 因為妳的皮膚只要好 比較透亮 妳最多就擦個隔離霜 擦個口紅化 一點點眉毛 就好看了 就夠了 那她很厲害的是 她的滲透力非常好 我給大家看她的整個質感 妳看她現在感覺是乳液狀 對 然後她整個推開來之後 她又化成水變成精華液 對 我現在擠在臉上 直接推 然後我通常會輕輕地按摩一下 因為她的滲透力吸收非常好 然後再這樣按到脖子 要有手勢的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這邊是素顏 真的好亮喔 好亮喔 而且51歲的皮膚喔 好厲害喔 人家還以為是韓菲坐在這裡 好潤喔 妳不能因為我今天載妳來 妳就這麼會講話 還是要講一下啦 她很吃熱 但是又不會太黏膩喔 而且很多人... 沒有 完全不黏 而且吸收很快喔 她吸收非常好 她還有一個要特別跟大家講的 你知道很多保養品 是不能插到眼睛周圍的 這是... 對 它可以插到眼睛周圍 是喔 這是我們前陣子拍的照片 真的 跟你女兒好像姐妹喔 然後右邊第一張 其實我是幾乎沒有什麼妝的 對 只花了一點眉毛而已 是 我跟你講 它裡面有個很厲害 很厲害的東西 蛋白巨糖 蛋白巨糖它的保水力 比玻尿酸還厲害 玻尿酸還厲害耶 而且大家可能認為 蛋白巨糖它除了能... 保水力厲害之外 它還能幹嘛 像我們一般如果擦保養品 保水度好的時候 但是會流失對不對 對 像你那個一個臉盆好了 你上面一直在開水 你下面沒有接 水就是一直漏掉啦 蛋白巨糖它不但能夠 增加你的保水度 它還能夠 它像一個網子一樣 它可以網住你的保水度 所以讓你插上去的那個水 是整個可以流在你的皮膚裡面 它不但能抓住你的保水度 它還能夠抓住 能讓我們臉Q彈的膠原蛋白 你要知道 流走比補充還要可怕 真的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插上去 它滲透到肌膚最底層的時候 它又整個緊緊抓住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因為用它在保養的時候 你的臉部的那個彈性 跟整個透亮的會越來越好 對啊 我現在看你就是擦的 就是卸了妝的擦的這邊 就是那個光澤度 跟那個彈性好像都有上去 而且沒有打那個喔 對啊 可以讓你壓喔 是來自自然的蘋果器 而且看起來都沒有什麼細紋 沒有什麼紋路 對 就是我覺得保養其實真的不難 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保養 都要一堆一堆的保養 對 你看這張照片 這我媽媽 我媽媽81了 我媽用的比我更久 我媽用 我媽大概用了七八年了 我媽更厲害 對 我媽用了七八年 所以呢 我們每次現在只要去旅行的話 我們三個人就用同一瓶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選對產品 選對東西 用對方法 你就會能夠 像我們到了五十幾歲 其實還能夠很有自信 真的 因為女人把自己打扮好 其實老公反而會更愛你 很多觀眾還不知道 這個買的話是去哪裡買的 這個我一定要特別講 因為網路有太多人私訊給我說 為什麼浩安姐 我買才多少錢 我買才多少錢 對 價格不一樣 大家都知道現在臉書其實很多 詐騙 大家絕對不要被騙 一定要進到它的品牌的官網 然後它一瓶都免運 你也可以 像我媽媽 我媽媽我就是幫她定期送 譬如她可以抓你一罐 可能差三個月四個月 然後她每三個月四個月 她就會定期送一瓶到你家 老人家就是也不用傷太多腦筋 怪不得 我媽媽不太會上網買 她自己上網去買到這一瓶 真的喔 那你媽媽算很厲害 對 那我手上這一瓶就先給我了嘛 那以後就不用那麼多瓶瓶罐罐 老婆也不會拿一些單據來報仗了 就知道你怎麼都還沒講話 我知道你一定講話的你 為了省錢吧 這罐就是名聲必須品啦 對 這個就省對了 對 謝謝我們浩然姐的分享 感謝 李愛喜愛的教育 卻讓女兒變奇怪 哥哥跟妹妹一出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第一眼都會先看哥哥 女生他就會有陰影 而且他會越來越沒自信 所以我在家裡 我就是每一天都說 你怎麼那麼美啊 你怎麼... 你怎麼生氣也這麼美 趁這樣久了 他現在連放屁 他都覺得他自己的屁是香的 他就開始說 他說我放屁好香喔 像我覺得啊 女生真的要被讚美 因為我從小 哥哥跟妹妹一出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第一眼都會先看哥哥 哥哥就是那種 人家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帥 然後妹妹就會在旁邊 可是我會覺得這樣女生 她就會有陰影 而且她會越來越沒自信 所以我在家裡 我就是每一天都說 你怎麼那麼美啊 你怎麼... 你怎麼生氣也這麼美 你嘴巴都成這樣 這是誰生你的啊 我就會... 我在讚美自己吧 就是... 這是妹妹 很可愛 她穿我的衣服 她是穿我的衣服 她現在可以穿我的衣服了 真的 就洋娃娃 就洋娃娃 然後我就會每天這樣稱讚她 然後稱讚久了 她現在連放屁 她都覺得她自己的屁是香的 她就開始說 她說我放屁好香喔 就是... 可是我覺得女生真的要愛自己 因為以後她才不會被人家欺負啊 是 對... 所以我就會每一天都會讚美她這樣 就讓她自己有自信 對...有自信一點 我女兒就很羨慕我的時候 就收工後她說 為什麼妳的頭髮變... 變捲了起來 變自然捲 對... 她就是... 因為我可能出門是直的 回來就捲了 然後幾次她看得下以後 她就覺得 那我也好想要燙頭髮 然後她這樣講了一年 然後又看到我穿耳洞 說那我什麼時候可以自己穿耳洞 然後就一直講著講 穿耳洞這件事已經講了兩年了 然後一直到去年的時候 她就說媽媽 那我很想穿耳洞跟燙頭髮 我說那我生日禮物跟爸爸送你燙頭髮好了 我說可是燙頭髮這件事情要做很久 要做可能三四個小時以上 要水味很臭 因為她之前更小的時候我不讓她燙 我怕她會受不了 不舒服 我怕一捲上去她就後悔了 然後又不舒服 她又我要跳著離開 我怎麼辦 所以呢她說好沒問題 我可以試看看 我說那你要加油喔 所以我們就帶她去認識的朋友那邊 然後就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還在一張白紙上面畫了她自己想要的捲肚 真的喔 對 怎麼會一個就是那時候是六歲 六歲半的小朋友 會不會畫出來像花媽這樣 她說她有說喔 她說我不要這一種的喔 不要這一種的 所以就燙出來了 然後就是她要的 就超開心的 她說那我好喜歡喔 所以這就是我要的 我說OK 就還是要看她的年紀啦 跟她的個性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來 對啦 很愛漂亮 還是很愛漂亮 不要把媽媽那麼男性化 怎麼樣啊 慢慢的 那雖然我們今天聊的大部分都女兒 是 是兒子對不對 下次我們專程為你開啟 教育兒子 謝謝 男生也要注意很多事情 當然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然後掃QRQ回答我們小問題 今天我們就有機會送給你 日本剛剛花然姐推薦的 歐銀萬的保養品 讓你從女兒到阿嬤都可以 讓你的一瓶比六瓶 讓你水水亮亮喔 是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今天亮起來下次見 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再見